国内没有冬天的五座城市 物价低 景色美 简直就是为越冬养老而生 看看你喜欢哪座 真心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天天跟大家分享 游游干户的小熊 点赞加关注 雨途从此不迷路 随着北方地区的气温下降 很多北方的朋友 就开始规划去哪里过冬了 这些年每当到了冬季 南方不少城市 就成了北方候鸟过冬的首选 而吸引他们的 正是南方冬天 道具都是郁郁冲冲 群懒花开的感觉 那么在南方众多适合越冬的城市中 今天跟大家分享五个没有冬天的城市 它们各个景色优美 而物价并不高 简直就是为养老而生的城市 看看你喜欢哪座 第一座 山亚 说起猴鸟越冬 我相信很多朋友 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山亚 的确 山亚也是这些年 北方人最喜欢的越冬之地 根据相关统计 每年大约有370万人 吃到海南越冬 其中一半以上的人 都是来自我国北方 从这种授具中 就体现出了北方人对山亚的喜爱 山亚位于北纬十八度 是我国唯一一个乐大滨海旅游城市 也是一个没有冬天的城市 山亚除了气候好以外 是什么魅力吸引着这么多人 喜欢山亚这座城市呢 其实山亚这座城市 吸引人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首先山亚是一座优秀的旅游城市 这里风景好 空气好 有海鲜 还有众多新鲜的水果 再就是这里的冬天 基本上每天都是大太阳 而这里冬天的气温更是达到了二十多度 非常的虚势 这么好的自然条件以及气候 别说北方人 就连我一个湖南人都很喜欢 第二座昆明 昆明是云南的省会城市 素有群城之称 是我国著名的雨游城市 说起昆明 很多朋友首先讲到的就是这里 温暖虚势的气候条件 这里一年世纪香花不败 畜牧长青 美不胜收 由于虚势宜人的气候条件 昆明这几年成为了很多北方人理想的越冬之地 在昆明抬头是蓝天白云 低头则是干净整洁的街道 而马路旁边都是种满香花玉植的玉花带 走在路上 连呼吸的空气都夹带着花香味 让人感觉非常的虚浮 昆明的气候四季如春 即使在这年的冬天 这里的气温也有二十度左右 温暖的阳光洒在身上 没有半点冬天的样子 绝对是一个越冬养老的理想之地 第三座北海 北海是广西的一座海滨城市 是一座近几年走红的雨游城市 北海绝对是一个完美的越冬养老之地 首海洋季风性气候 即使在北方最寒冷的冬天 这里的气温却在十几度左右 非常的虚势宜人 除了拥有优良的气候条件外 北海的空气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其生态环境家 物价也不高 境内有北海银滩 维州岛等著名景点 冬天在这里周上一间公寓 远离北方的寒冷 感受宁静温馨的海滨时光 绝对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第四座阳江 阳江是广东省内非常低调的一座城市 很多朋友可能连它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它是广东省的阳海城市 濒临南海 阳江是国家园林城市 中国风镇之乡 这里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中卷站 阳江不仅历史悠久 其境内的旅游资源也相当的丰富 拥有中国十大美丽海岛之一的海林岛 国家地质公园林霄岩 十里银滩等都是非常著名的景点 阳江的冬天对于北方人来说 简直是太舒服一人了 这里冬天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 对比北方冬天零下几十度的温度而言 这里实在是太舒服了 这几年随着阳江的名气越来越大 北方越来越多的猴鸟选择在此月东养老 他们正是看中了这里温暖的气候 以及良好的生活环境 第五座西双版纳 云南冬天温暖的地方很多 比如前面提到的昆明 就育有群臣之称 以四季如春儿为名 而西双版纳甚至很多方面 比昆明更适合过冬养老 它是云南省八个自治州之一 位于云南省的最南部 其首府是景洪市 西双版纳地取热带北部边缘 首热带季风气候 是我国唯一的热带雨林自然保护区 气候湿润温暖 这里最冷的月份和最热的月份 温度差仅只有十度 冬天的西双版纳不仅温暖 甚至还会感觉有点热 冬季气温基本在25度左右 而这里最冷的一月份 气温也不会低于16度 没有一丝冬天的感觉 历史上的西双版纳是没有下过雪的 这里一年只有两季 那就是雨季和旱季 还有种说法叫酒下无冬 一雨晨秋 西双版纳风景优美 道具都是鸟语花香 奇花异草 独具民族特色的建筑 体现出了独有的美 这里物价适中 生活节奏非常的慢 少数民族风情浓郁 而这里的人人歌善舞 来这里月东养老 可以说是一种惬意的享受 好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熊的视频 帮忙加个关注 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其实国内不管任何地方 来湖南张家界雨游 我认为首选目的地一定是长沙 然后才是张家界凤凰 真敬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天天跟大家分享 雨游干货的小熊 点赞加关注 雨途从此不迷路 昨天有一位广州的网友说 想来湖南玩一个礼拜 跟我咨询要如何安排 怎么玩 哪些景点是必须的 然后还要怎么避免被坑 那么今天就分为三个围斗 来分享湖南雨游 最佳的打开方式 以及必坑指南 希望能给即将开启 湖南之雨的朋友 提供一些参考 第一 怎么玩 哪些景点必去 那么我就按长沙旗子说起 为什么要从长沙旗子说起呢 首先就是长沙的交通网络 基本覆盖了国内所有的城市和地区 而张家界的交通 就远赶不上长沙的便利性 到了长沙以后 我们再去张家界的话 就方便得多 可选择的交通工具 也非常的多 再就是我认为 你既然来湖南雨游了 那你一定要到省会长沙 去感受一下它的文化魅力 它是国内吃手可乐的网红城市 娱乐之兜 历史名称 一定不能错过 来湖南哪些景点是必去不可错过的 长沙的月露山 橘子周投 湖南省博物馆 太平街 这几个是来长沙一定要去看看的景点 千万不要错过了 张家界我推荐三个景点 一个表演 它们分别是张家界森林公园 天门山 大峡谷 以及魅力湘西的表演 都是张家界最精华 也是一定要去的景点 湘西凤凰旦 我推荐福龙镇 凤凰古城 墨龙苗寨 这三个也是建议大家在时间充足的情况下 可以去感受一下 湘西少数民族的风情魅力 第二 选择什么样的旅游方式来张家界更好 其实很多朋友一直在纠结 选择什么样的旅游方式来扶南最好 跟谈游怕被坑 自由行又嫌麻烦 那么我的建议就是 喜欢折腾 不怕麻烦 而且时间充足的朋友 那你就选择自由行或者是自驾游 然后需要注意的是 必须提前做好行程规划 以及门票酒店的预定 特别是张家界的门票 一定要提前预定好 临时在景区枪口购买 有可能会有买不到票的情况 不喜欢折腾的朋友 还有就是老年人 或者是带着老年人去游的朋友 那么跟谈游绝对是首选 你可以选择在你所在地跟谈 或者是来扶南本地报团 两种跟谈方式各有利弊 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选择 第三 怎么避免被坑克宰克 自由行的朋友 一定要提前做好门票和酒店的预定 然后还要确定取票方式 酒店的房源情况 给大家一点小建议 大家在预定酒店门票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大的平台 然后还可以选择到 福南本地的旅行社去定 它们不但有优惠 而且还更有保障 再就是如果你在当地需要找导游的话 一定要找正规的机构 黑导游的良心你是知道的 跟谈游就很简单了 首先找一家知名都大 靠谱的旅行社 然后一定要索要详细的行程 问清楚购物店以及自费项目 如果是报的福南本地坛的话 我给大家一个费用标准 供大家参考 正常情况下福南本地坛的消费标准 大概是每人每天300块钱左右 根据不同的行程标准 约有差异 但这个差异不大 低于这个标准的 可以肯定是购物坛或者是套路坛 大家知道了吗 好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熊的视频 帮忙加个关注 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